白话佛法讲 菩萨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 没有分别心 那我们平时接触同修之中 因为缘分关系 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好友 是否有为菩萨的平等心呢 菩萨的平等心并不是讲这些 菩萨的平等心是 大家在共同的一个 一个起点上可以共同学佛 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那当然不平等的 如果平等心的话 那你天上为什么还有上等上品 上等中品 上等下品啊 为什么人生出来 有的人很富有 有的人很穷啊 为什么有的人生出来就残废啊 那菩萨说不平等心啊 这不是这样 是叫你看人平等 然后呢 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 大家都有这个权利来学佛 这是平等的 全博是平等的 听得懂啊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